同学们 今天是我最后一堂课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 不是我会怎么去死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怎么去活 那是我在留学的时候 1975年 有一次我坐飞机 好 一起飞不到十分钟 窗外的那一架波音707的飞机的engine冒大火 妇女同胞已经在哭了 那当然我自己也非常紧张 也吓死了 就是一个恐惧 非常恐惧 在1993年 有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面 结果我的右边来了一步 我在想什么牌我不知道 应该是那种很贵的那种超跑车 他从我的右边超车 不知道撞了我那个车头 不知道撞了一下 他显然他没事 可是我被撞到 整个车子绕了两圈 然后打横在国道3号的那个路上 最恐怖的就是 我刚刚离开我那个停的地方 到慢车道的时候 哄一声很大很大声 一个连接车正好只要走过去 一点都没有减速 结果我突然看到那个连接车过去 我第一个感觉 哇 我刚刚差一点被撞了粉碎 这两个事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 就面对危险我们就会比较坦然 因为再危险也很少碰到那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等于到战场 然后看到人死看到人伤 然后我自己活下来了的那种感觉 那种庆幸 那种自我珍惜 所以我一直觉得人 无论亲身经历也好 还是去看那些电影 看那些书 我们要熟悉危险死亡的那个情境 让自己对生命会更珍惜 我们人本身的灵魂 是追求不想死 追求自由 追求卓越 但是我们有一天快死掉的时候 你终于了解你过去 为什么这么没有好好爱惜生命 所以我会告诉学生 你不要等那一天后悔 我觉得死不是重点 是从死里面我们的 怎么样面对我们活